无穷大和无穷小 我们定义了大和小 所以我们就有无穷大和无穷小的概念 这是一个宇宙的一个面 一个切面 地球绕着太阳在做圆周运动 我们的太阳绕着银河系在做圆周运动 银河系会绕着它的中心面在做圆周运动 这个不同的这个圆周运动 它们最后呢都是在围绕着宇宙的这个中心点 就是所谓的大爆炸起点 在做一个终极的圆周运动 是在不断地在膨胀中的 我们觉得这样就是它一个最大的宇宙吗 其实不是的 这个宇宙还可以再加大 就是一面的减小 就是另外一面的加大 就是整个这一面的宇宙 整个背面的宇宙都在不断地膨胀 这一面的空间就越来越小 里面的空间就无限接近 无限小 这一面就无限接近 无限大 然后这个空间就一直在卷缩 我们的太阳系就一直是绕着这个边 在做圆周运动 圆周运动 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圆周运动 到后来就会变得越来越快 最后直到这个空间卷曲成 一个极小极小 无穷小的一个点 然后这一面就成了一个无限大 但它里面变成了一个无限小 就是无限大 其实和无限小 它是一个改变 就只是我们站在这里边看 还是站在外边看而已 然后呢 一边走 在这边看 就是我们买的 在你的几篇 中间